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吹吹水,星星什麼來的? 芥蘭來的,你不是煮到沒有食材,煮到油菜嗎? 拿兩條芥蘭出來的什麼是吹呢? 很多時候出去吃飯或炒飯都吃到福建炒飯 福建炒飯都是很港式的地道炒飯 切了一些芥蘭粒,我自己吃福建炒飯最喜歡其中之一樣材料就是有芥蘭粒,冬菇 有些雞丁,用雞扒切粒,用豉油豆粉糖醃,最後加少許油 不少可以了,還有些蝦仁,這些都是越南或印尼蝦仁 我們解凍,用鹽拿一拿去洗乾淨,接著吸乾水 星星,這盒是什麼來的?這麼粗的?有東西的,大家看到嗎? 這盒瑤柱水,我之前發瑤柱,留一點瑤柱水 大家知道福建炒飯茶餐廳的版本和酒樓的版本有什麼分別嗎? 一般茶餐廳的版本就是這三樣,或者有些蝦仁,最多都是搭幾粒的魷魚粒 酒樓的版本,晚上去吃,或者酒席有個福建炒飯,多了些瑤柱碎 更加昇華些,會落些帶子,我今日更加昇華些,會落些什麼呢? 蝦仁,加兩隻鮑魚,這些都不是什麼昇華,這些鮑魚幾十元一罐,又不是貴 但勝在方便,一打開就吃得了,拿些出來切粒,切了去 一粒粒,之前都做過一個炒飯,鹹魚雞粒鮑魚炒飯,這些鮑魚粒放進去 預備好所有材料,現在開始炒 炒飯當然不少有雞蛋,兩隻,這樣飯呢,星星,飯在這裡 炒之前,輕輕刮鬆去 每一次炒飯之前,生鐵鍋都預先要燒至均勻夠熱 第一步先煎一煎蝦仁,放下去不要動,每邊煎十秒 期間保持大火,這些蝦仁很快可以,反轉另一邊,繼續煎十秒 煎一煎三十秒後便反轉,繼續煎另一邊,這邊都煎三十秒後便煎三十秒後便反轉 先煎四周再煎一炒的,雞蛋不用煎熟,雞蛋不用煎熟,因為至於有汁可能煎熟 這情況便可以不理會 下一步,各位網友大家知道做什麼,我放些油耐 同場佳影叉燒炒蛋,這個不是福建炒飯裏面 我們很多時煮食都是一鍋過煮好 放入去後輕輕繞一繞,攤鬆煎香就可以 煎了大約30秒左右反另一邊 這個就是半煎炒形式,因為都是煮給我女兒食的 到這時給兩粒蝦仁的女兒,可以起下 炒完幾個東西鑊還是很乾淨,接著給油,正式開始炒飯 大家知不知道職業廚師和家裏煮食最大分泌在哪裏 可以日常工作就是這些,一鍋可以炒到幾樣東西 這段時間推到蛋六成熟,現在放完飯裏 飯還是熱辣辣,放了飯下去,現在逐一逐一炒上來 鑽鬆點飯,先炒新鮮飯,無形中是惡炒很多 很多網友都問,先生經常炒新鮮飯,如果家裏的隔夜飯怎樣處理 隔夜飯,少許水落去,盯上熱去炒 有飯的焦香,這段時間要半茶匙鹽花,等飯底有少許底味 炒均勻,準備上碟,先炒起 接著做蜆汁,放冬菇,先炒一炒,當冬菇有菇香味出來 落所有剛才的配料,鮑魚,菜粒,再炒一炒,繞幾下 等所有材料產生香味後,這段時間蘸少許酒,再增加香味 這段時間,落瑤柱水,加了瑤柱水,加了少許水 加少許胡椒粉,加半茶匙鹽,落兩樣味後,試一試 味差少許,再多一湯匙蠔油,加多少許老臭,用來調色 大約一個湯匙,大約一個湯匙,拌勻 準備大約兩個茶匙的生粉,做什麼? 下凍水,開生粉水打蜆 打蜆,看似好像很簡單,如果想打蜆打得漂亮 現在收慢少許火,看下手推快些,蜆汁慢慢落 在外面做,用手拿蜆頭,一手蜆一手蜆落 現在差少許,加多一點生粉水,差不多了 上碟前,落黑仁來拌一拌 現在可以拌起它,怎樣拌?上炒飯就可以了 拌在蜆汁上面的福建炒飯便完成了 蜆埋埋得很漂亮,鑊尾油都沒有落 鮑魚呢?星星,鮑魚在這裏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福建炒飯,特別有芥蘭那種 各位網友,如果喜歡吃福建炒飯,給個like星星 訂閱我的頻道,幫我分享昇華版鮑魚福建炒飯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收看,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喜歡就給個like,訂閱我的頻道,幫我星星分享下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